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 那么初步核算 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GDP 是多少呢 11403670亿元 这数如果后边全是零的话 估计大家都得数半天 按照不变价计算 那么比上一年是增长了8.1% 两年平均增长了5.1% 这就意味着2021年 我们的经济活力是更强劲的